大家今天吃宵夜了嗎 我最近 因為疫情的關係多了很多時間在家 我很喜歡看電影 但後來歸類出我自己喜歡看電影有一種 特性 有點孤單 因為我喜歡一個人在家裡看電影 那本身就是一個很孤單的狀態 所以我選到的電影 也許可能也會讓我有這種感受 最近看的電影是 雲端情人 這部片之前其實已經看過了 但在疫情的這種時刻我覺得 好適合再把它拿出來重新看一次 這次的感覺 跟我不太一樣欸 我覺得他除了孤單之外 他還有一種美感 那是一種科技帶給我們的孤單 也有一種科技帶給我們的美感 然後除了雲端情人之外 我最近還看了 再重看一次另外一部電影 叫《寂寞拍賣時》 我永遠記得我看這部片第一次的時候是 我一個人在家晚上12點多 有一點睡不著 想說隨便找一部電影來看 沒有任何的預設立場 就把它點開來 他在講的其實是愛情跟本我之間的關係 究竟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你就會得到救贖嗎 還是其實每個人這輩子要經歷的問題 永遠只有自己可以解決它 這是我心中很喜歡的兩部電影 分享給你們 大家晚安 常常在晚上的時候 我很喜歡找一部電影 點著蠟燭 偶爾開一瓶酒 想像著自己是什麼樣的生活 也想像著別人 在用什麼邏輯 過什麼生活 通常我都會心滿意足地 把蠟燭吹熄 走回房間 關上燈 好好的睡一覺 這是我很喜歡 自己與自己相處的 Magic Hour 跟你們分享 晚安